这么多年了 他总在我耳边唠唠叨叨的 什么事他都管我 他脾气特别大 你说他跟我在家吵着也就算了 他经常因为一点小事 跟别人在外面吵架斗嘴 他在家也不做家务 他经常跟别人出去跳广场舞去 一个礼拜跟别人应手 就花了五路板 我现在是自己挣钱自己花 他挣完钱也不给我 到现在他一个月挣多少钱我也不知道 他天天挑我的脸 对我是各种的嫌弃 他非常大男子主义 说话经常不在理 而且还强词夺理 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共同语言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岳先生43岁 来自黑龙江自由职业 有请岳先生有请 女嘉宾郑女士42岁 同样来自黑龙江公司职员 有请郑女士有请 欢迎两位啊 老夫老妻了吧 老夫老妻 结婚多少年啊 结婚二十几年了 二十几年了啊 听说特能喝呀 还行啊 一斤白酒起 然后 啤酒24瓶起 平常没应酬在家自己喝吗 在家喝五六个 顿顿喝吗 基本上天天吧 顿顿喝 天天都喝 喝了多少年了 喝得有二十几年 打嫁给他的时候 他就这样 刚开始的时候 他不是这样的 刚开始那个 嫁给他的时候 他喝酒吧 一天就是三瓶 两瓶 然后但是后来 他就不一样了 但是他也 在我跟前 他还是少喝的 他除外 他跟朋友喝 那就没嘴了 经常出现 一喝就成香成香 就喝呀 你说我心疼他呀 他本来 他那个胃就不好 心脏还不好 心脏也不好 对呀 所以然后 我就给他打电话 打电话你说 他接 他气人了 他接起来了 接起来 然后他 我跟你说话 就像你听 在里边听 你他在干什么 在跟谁喝酒 然后他在哪一会儿 然后就这么好 就浪费我电话费 不 你就一直听着 那你不听大人 我怕他有事啊 我就得听着呀 我不想跟你说话 你知道吗 跟你说话 那你电话 你都接起来 你为啥不说话呀 我跟你说话吧 你磨磨唧唧的 啥都处来了 所以我说 我就不想跟你说 那我为啥磨磨唧唧的 我用啥磨唧唧 不因为你喝点酒 你跟人言语不合 就老干账吗 你一个月就挣了点工资 你再跟人干账 再赔你点药费 我跟海火咋货 我吃啥喝啥呀 你打仗 那打仗也不能怨我呀 他不总打我吗 问问啊 出去喝酒就打架是吗 他嘴不好吗 喝完酒的 你唧唧唧唧的 然后谁受这个呀 然后他就给人打 几句话说不上来 就你敲敲敲敲敲 他俩就干起来了 基本上一个礼拜 总共就七天 他得有三天到四天 都是在喝酒的 在家喝酒还不算 就是跟朋友除外喝酒 就得三到四天 他挣钱我根本看不多少 这个上面写的是自由职业 什么自由职业呀 没有正经八百的工作 哪块有灵活他就去干了 干灵活 对 主要是哪个方向呢 干这个人给搬钻了 扛扫扫扫扫的 那挣钱那么不容易 你还喝酒 有孩子吧 有 孩子多大呀 孩子今年十九了 男孩女孩啊 男孩 他对儿子好吗 他对儿子啊 怎么说呢 他对脾气不好 特别的那个自大 就是特别的 什么都得听他的在家里 他在家就是大王 我说一 他说一 我们就不能说二 我娘俩什么都得听他的 而那你 动不动我娘俩 要是不听他的话呢 他就急着歪着 就上了劲了 就开租了 又走窗户 又追电视 反正就是手摸着啥 他就会皮 对你好吗 结婚这么多年 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吧 他对我还是可好可好的 然后对我也可上心的 我体质一直都挺弱的 他也不让我干啥 你说叫做饭了什么的 他都包 但是后来他就变了 他就不一样了 你说一天就挑我 我又去 又去跳广场舞了 我又不做饭了 你又不洗衣服 不收拾屋子了 那你跳广场服 你说花多少钱 你不知道吗 你跳完舞了 你回来你说 你做点饭也行 收拾屋也行 屋里边造的烂七八糟的 你这再说 你一星期花五六百块钱 那我除去跳广场舞 我不也是在多练身体吗 也就是说 这两年你们感情 才不太好的是吧 应该是 这也得有四五年五六年了吧 四五年五六年 等于你们来的 从你跳广场舞开始是吧 我一直 我以前我也是跳的 他从来什么都不跳 没说我什么家屋啥的 都太踏包 他也不说我 也不挑我 但是就从这几年 就是他有病 我就是 不让他出去干活 他有什么病 他就是 胃不好 心脏不好 肺还有点 不那么太好 给他检查 他检查一篇 拿出来 让他看 他不信 我说他喝就喝 他怎么就说 他都不信 那大夫怎么说呢 大夫说他肺感染 但是呢 就说 你少喝点酒吧 少凑点烟吧 他也不听啊 然后我就逼着他 我说 那个你别去干活去了 我也是为了他好吗 为他身体好吗 然后那个让他 也跟那些酒友啊 朋友啥的 少接触点 不也就少喝点吗 结果就说 他也不听啊 我前家我去上班干活去了 他后脚 他就跟朋友去 去喝酒去了 现在你们家 谁挣的钱多呀 当然是我挣的钱多了 他基本上不干活啊 那你说 那朋友就打电话了呗 打一次两次行 第三次我能不去吗 去完了 打电话酒杯一端上了 就把做饭事给忘了吗 那 那你忘了 一回你忘了 你不能天天 你也不给我做饭 我一天我干活 我十好几个小时 回来那天 你说看不着他眼 屋里冷冰冰的 饭也不给我做 往后还得那个 人家活急 加班 我就得去 饭都吃不上 我就得去干活 你现在什么工作啊 十五六个小时 我就是做那个 采风机 砸的就是咱们 装大米的那种袋子 那种袋子 一天本来 我们是一天十二小时的 但是人总有加急 就往外那个批货 加急 我就必须得去加班去 有时候那天早晨 我们就六点就上班 晚上那个六点下班 您砸一袋子给多少钱 才给三分钱 一个袋子三分钱 对 而且还是很大很大的那种 砸一个挺费劲的 喝什么啤酒啊 喝啪啪啪啪多少钱一瓶 我不太喝啤酒 不太不太清楚 两块钱一瓶 两块五一磅 你算过你老婆的 砸多少个袋子 够你喝瓶酒吗 那我没算过 算算吗 没算过 喝没事 儿子吃酒是吧 对 儿子在干嘛呢 读书 儿子现在因为跟他生气 也下来了 也不读书了 跟他生什么气啊 因为他老喝酒嘛 回来他老捉嘛 不让孩子睡觉 孩子学习一天 本来就挺累的 然后他不让我睡觉 也不让孩子睡觉 你说这样事能行吗 他老说孩子 你跟我一点都不近 也不跟我聊天 也不跟我唠唠嗑啥啥的 你就这样事 你说孩子 他说孩子跟他没共同语言 能有共同语言吗 一天呼叫蛮缠的 不是 你喝完酒回来 为什么不让他们睡觉 是要跟他们聊天是吗 我就想跟他们唠唠嗠嗑 他俩都不勒我 喝完酒 喝完一斤白酒 回家跟人聊天 聊什么呢 聊了科很正常啊 不是 今天你来是要干嘛 我来吧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 其实我不想放弃这种感觉 看出来了 因为他以前对我特别的好 我就想要那个老师们帮我 把曾经最喜欢我 最爱我的人 给我重新换回来 就曾经这男人 对你特别好 对 特别爱你是吗 对 把我放在心上 除了父母孩子 我是他心中的第一位 哦 但是你现在都不一样了 也就是说从他开始不能干活了 身体不好了 对 就变了是吗 对 就特别焦躁 我怎么哄他 怎么说他都不行 孩子现在也不读书了 孩子也不读书了 也出去打工去了 这位跟他父亲生气 对 因为我负担太重了 他还得吃药 我还喝酒 我还抽烟 孩子觉得我太累 然后就出去打工去了 你娘家人怎么看这事呢 我娘家人 现在 以前都帮我 现在他 就因为他一天啥不干 还呼叫满餐 我爸家里人都说我 孩子也说我 妈妈你别为了我 别跟他讲究了 能散就散吧 别跟他过了 可是我放不下 怎么劝我 我都是放不下 出一家进一家 很不容易 再找一个男人 不一定能有他对我好 这个 控制不住想喝是吗 控制不住 一天就像那个 一天不喝点酒啊 就像没啥意思 是需要东西的 成瘾了是吧 一个被酒精控制的男人 一个在妻子眼里 曾经是 这个世界上对他最好 最轻的男人 现在变了 希望老师帮他把这个男人找回来 任务挺重 来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张老师 其实我内心啊 现在七上八下的 想说的话超级超级多 因为我在听你们二位的故事的时候 我完全是拿着自己 当成是一个您的远方弟弟 我在听 我很急 我很心疼 我很难过 嫂子穿了这么艳丽 很喜情的一件裙子 因为今天是我俩结婚纪念日 所以我就想 让他想一想 当初我俩结婚是什么样 我明白 嫂子我明白 就是你知道 让我很难过的那个点 我看到嫂子今天 为了上节目 为了能打动你 穿了最漂亮的衣服 但是每天以泪洗面 天天为你去担心 我内心无比难过 我知道赚钱不易 我知道您的身体也不好 可能在面对很多现实压力的时候 你只有一个办法 能够让自己抽身出来 能够稍微平衡一点 那就是兄弟情义或者是酒精 慢慢地慢慢地 你发现你离不开酒精了 大哥 你现在先通过医疗的手段 去检查和干预一下 您在喝酒这件事情的这个程度 因为我个人觉得 他可能不太像是一个 心理层面的一个习惯了 他有点像酗酒了 你明白吗 这个很难去靠自身 或者是周围的家人 说一两句就能绑回来的 他可能需要医疗地去干预 这是第一个建议 我相信你也愿意改变 因为否则你也不可能 千里迢迢来到天津 对吧 来上我们这个节目 你内心肯定是想要好的 而不是破罐子破摔 爱咋咋地了 根本不是那种状态 想要好的 你要相信你能改变 好不好 好 从今天开始就离开酒精了 好吗 戒酒半年 好不好 有没有信心 有 好 谢谢 沈大老师 今天是结婚纪念日 丈夫记得吗 记得 多少年 结婚二十年 二十年 我刚才赶快摆读了一下 二十年叫陶瓷婚 什么意思呢 就是外表看起来光滑 但需要防跌打 陶瓷一摔就破了 对不对 可是您二位的婚姻 现在看起来外表并不光滑 就更别提防跌打了 今天最让我感动的地方 就是他在说 想要找回以前那个心疼 把他放在心尖上的 那个丈夫的那句话的时候 动容的泪水 他是真的想要 问问为什么 那个那么把他放在心尖上的人 丢了 为什么 戒酒是在必行 但是能不能戒掉 戒到什么程度 要看您的决心 您试想一个问题 如果真的 我们说一个最坏最坏的结果 您的生命就剩几天 你觉得那酒有什么意义吗 那个时候在你身边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不是妻子和儿子 所以酒饮再饭的时候 多想一想 考虑一下他们 别光想自己 别总做自私的事 不要让所有家庭的内外 全部让一个女人来承担 好不好 好 今天是结婚纪念日 过去抱一抱自己的妻子吧 好 谢谢 来 图老师 好酒喝到微醺后 好花看到半开始 不管怎么有酒量的人 一定是喝到半醉半醒之间是最舒服的 但是如果还是要执着地沉迷于酒精当中 苦中作乐 那只能说明这个男人想在酒精当中麻痹自己 以回避生活当中自己现实的失败 是吧 大哥 是 其实在一开始 看到你忙碌的身影 生活当中的付出 三分钱车一个袋子 他一开始一定是心疼 但久而久之就成为习惯 再加上酒精的麻痹 但是大哥我要告诉你啊 一个女人在二十周年结婚纪念的时候 把自己打扮得像一个新娘子一样 只想换回二十年前的你 其实她是做了很大的努力 她的妻子就是想唤醒她 唤醒一个被酒精麻痹的一个男人 所以说她不容易啊 你还想怎样 别瞎折腾了 听见没有 好 就这样 心脏到什么程度啊 肺到什么程度啊 肺是肺感染 心呢 心脏那什么 有的时候就会容易偷听 心肺联合是最严重的病 因为我们知道 酒精性成瘾 不是骂一顿 说一说就好的 医疗手段要戒 除了医疗 还有心理的手段 都得上 能不能戒掉是两回事 有些东西爱是换不回的 你说我爱你 你就回来 不可能 真想改变 麻烦你戒酒中心去 成瘾性的习惯 一定是要通过医疗手段的 没有任何其他的方式 可以帮助 戒去了 没别的好说 就是你要想为这个家庭好 你也别奢望说 那个男人回来了 你先让他把酒戒 只要酒戒了 什么希望都有 酒不戒 什么希望都没有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几分我错了 这两年你跟我过日子不容易 咋咋也是 咱苦日子一点点也过来的 咋输呢 我这两年是喝点喝酒 对你不好 老板受累了 我希望你呢 能把酒慢慢地借他 我不需要你一下全切掉 只要每天少喝一点 少和朋友出去 我就满足了 我知道 不要哭了 我赶 谢谢两位 请回吧 结婚二十周年的纪念日 出现了在这样一个舞台上 妻子用最艳丽的服装 和满满的深情 试图换回一个 被酒精控制的男人 身体到了这一步 还要不要继续喝酒 其实谁都知道不喝 但是成癮性的习惯 让一个人又没有办法控制 这就是所有成癮性物质 对人的一种伤害 不知道爱能不能真的感化 这样一个男人 让他下定决心 迈出那一步 真的为自己的妻子 孩子和家庭着想 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 爱惜自己的身体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你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大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剑卫视的 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天剑F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网腾讯视频 爱奇艺乐视视频 BBTV居立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看看他们 二十年结婚纪念日 如何再相见 请开门 请开门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本环节礼品是由伊贝斯提供的水嫩保湿礼盒 在伊贝斯保湿节期间 加十元送一套纯净级保湿 十克透水嫩 要保湿伊贝斯 保护爱情呵护那几天 成功牵手的嘉宾将获得 由古方红糖提供的爱情保卫战 那几天呵护礼盒一份 来吧 祝你们纪念日快乐 各位我们一起分享 他们二十年结婚纪念日的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命令我的zon 二十年 演唱 全农的岳 同学 感谢观看